和大家分享一篇發表在卓健明家的文章 作者就是關品芳 題目就是 警鐘長命CIA的中國任務中心 是巨峰來襲 我們知道現在在美國中情局那邊 準備設立一個新的中心 就是中情局的中國任務中心 目的當然是為了應對二十一世紀 最重要的地緣政治的威脅 這其實是落實中國威脅論的升級版 延續特朗普和拜登的對華政策 強調中國是美國最重要的戰略和競爭對手 幾乎用上敵人的名字 早在半年前 美國情報機關總監辦公室發表了年度威脅評估報告 已經將中國向全球大國推進 作為重要事件列出來了 認為中國已經是近乎平等的競爭對手 在很多領域已經對美國構成挑戰 美國自己假想敵人 製造戰爭氣氛 為了要軍售掠奪 而今已經成為世人的共識了 相信凡是不是盲眼的 而不是盲目親美的大部分香港人已經有所警覺 美國有一個嚴重的假設問題 它的假設是 美國一定要在全方位任何地區 都要跨代式的領導世界 這個假設根本沒有成立 原因是美國只有全球反之四個人 就算全球所有聰明人集中在美國也好 你都不能夠囊括 所有最有見識的人都在美國 因此美國要在全方位任何地方都領先世界 這是不可能的事 反而中國和印度反而有機會 因為是人口大國 人口大國自然的優勢人 根據比例來說 大家相同比例之下 因為人數多 自然出的人力多 但在目前來講 印度方面成為氣候還差一段距離 他們有太多國內自己的問題 但中國基本上在過去幾十年 已經將大部分國內的問題 已經解決得七七八八 在極端貧窮人口 中國已經解決了 現在中國就開始 萬向共同富貴 大家一起發財 將中國的中產階級人數做大 在這個過程之中 中國當然需要在競爭力方面 升級 就不能像以前一樣 繼續做低級的努力 賺少許的錢 現在一定要產業升級 因此中國對美國的確是 產生了一個挑戰 主要的挑戰 基本上就是角力的上升 目前來講 美國在情報 在他們的政治領導階層 全部妖魔化中國 將中國作為一個假相敵 將所有問題 都全部都賴在美國身上 這是於是無補 美國本身國內問題 是要有政策在國內解決 將問題賴給中國 絕對不會解決到國內問題 但是政客來說 這方面容易辦事 賴而已 用什麼 有時候 中情局方面 要招攬一些華人酒狗 幫中情局 是將中國的形勢認清多些 如果他們真的只是招攬一些 只是站在美國角度看中國的華人 他絕對就會越走越錯 原因很簡單 這些人 可以說是沒有什麼良心 沒有什麼脊骨 你想要什麼給你 基本上 對於正確認知中國 是絕對沒有幫助的 要真真正正認知中國 其實中國在他的官方網站 或者其他各部份 只要你懂中文 是提得到的 中國做的事 只要你有遊客在中國裏面 看看中國裏面 和民間的情況 你看到什麼 但如果他們純粹 是以一些 完全是傾向於美國 幫你拆鞋那幫人 所提供的所謂情報 肯定是錯了 美國在亞太區最大的情報機構 其實是香港 香港美國的事館裏面 有超過一千名工作 那裏就用來分析全球 包括亞太區的情報 如果他做對了 他的情報手責 其實 他應該可以掌握到 中國到底想做什麼 但是 如果那些情報人員 是純粹為了上頭 想要什麼 製造什麼消息提供 他肯定就會誤判 而這個誤判 是非常嚴重的 目前來看見 所以美國整個政策 就是一方面 收縮其他部門 而全部力量 想集中來對付中國 很可惜 真真正正要可以對付中國的方法 其實是搞好自己 美國內部的矛盾 但是 政客不是這麼想的 所以這個中情報搞出來的 所謂中國 任務中心肯定 就是不會有新的幫助 中成高本身 也在這篇文章提到 在其他地方 將人手抽調集中 進入中國任務中心 我剛才說了 如果純粹以 合適領導上的政治人物的要求 來提供情報的話 你肯定坐近 一定是要有些人的傳心 可以把中國正確的消息 告訴他 但可惜 我相信這些消息 傳到上面 一定不得到他上層的 歡迎 因為說出真的事實 影響到他們本身 想拿中國作為一個 假想敵的假設 中國和美國之間的關係 過去有很多變化 初初是合作夥伴 可以拿來 牽制蘇聯 後來蘇聯 變成俄羅斯 仍然把俄羅斯 繼續成為他們的假想敵人 找中國牽制 中國在這個過程中 慢慢經過努力 慢慢開始各樣進步 慢慢變成一個競爭 現在差不多是敵人 這個態度 其實不關中國什麼事 中國任何世界 任何人都有權 可以為自己的生活 一來都謀求 幸福 為何不可以 但美國不是這樣想 美國目前的霸權 主要是有美元 軍事力量 軟實力 即是 話語權 另外 他在世界各地 所謂的盟友 可惜他這個盟友 我覺得 散外的機會很大 而最大的問題 就是他內部出現大問題 我回頭和大家說一說 只是他們民眾 對於新冠疫情的情況 可以看到 現在中國已經明確地表示了 認為中美之間 現在很容易產生 誤解 誤判 以及意外衝突 原因是 很多事情本來沒有事 但在一個錯誤的了解情況之下 就會產生這些問題 而美國現在政府 大部分情況 只是 浸淫在一個自己 自編自導自演 假氣真做的 自撤陷阱中 相信他很難 阻擋這個傳窩 尤其是兩黨之間 就算是一旦想對中國有些比較有好的態度 會被人罵到飛起 有時候我看不到有任何機會 他們可以走出來 而香港的地位很特別 剛才說了 在香港 他們是中情局的 亞太情報中心 在這個情況之下 香港本來有一批人可以用的 例如黎智英 李柱銘那些 但很可惜 這班人現在全部 要不就坐牢 要不就金盤洗手 不再肯幫忙 可能暗中幫忙 但我想他不會再出面 最多是暗壓低一點 因此 他現在在 本來在香港放下的一定的籌碼 現在基本上被中國撐起了 更加對中國內部消息 更加知之甚少 其實 現在快要上任的 美國駐中國的大使 其實也算錯了人 因為作為一個大使 最重要的就是 要溝通 跟中國政府溝通 另外就是 在中國內 可以收集到真真正正的 有效情報 然後向自己國家反映 到底在那裡發生什麼事 很明顯 但這個太過鷹牌了 他就做不到這件事 而香港的立法局 已經明確表示 在新一屆的立法局 就會完成第二十三條的立法 這個完成立法之後 基本上中國和香港 已經有一個適當的法律手段 來防止間諜 在中國或者香港 繼續操作 這一點也會使到 美國將來 要對中國認清清楚 是有一定的問題 但是我覺得 他沒有什麼能力 真的可以 逃脫了 現在我和大家 讀一讀 他這篇文章 最後的兩段 我覺得他寫得很有趣 其實三段 我讀多一段 他說 美國全面針對中國的做法 可以發展到什麼荒唐的地步 在香港的眼中看 簡直是匪夷所思 美國對中國的誤判關鍵 是因為雙重標準 對戰爭和和平的看法 南遠不切 美國有核武器 核潛艇 核航母 遠程導彈 巡航導彈 軍事基地 最新的AUKUS 都是為了捍衛和平 中國建造橋樑、碼頭、公路、鐵路 都是為了準備戰爭 美國到處侵略 發動政變 越境老人 顏色革命 暗殺愛敵 都是為了和平 中國的一帶一路 基礎建設 就是為了戰爭 美國發動侵略 就是為了防守 中國的堅持防守 就是為了侵略 中國在美國眼中 極度危險 隨時準備發動戰爭 美國戰後以來 到處動武 就是為了維持民主自由 維護世界和平 美國最好愛自由 中國最具 稱霸野心 他加了最後這段說 不可塑有言 所有你能夠想像到的都是真實 人家是藝術家 有豐富想像力 但是中情局 如果奉此為金科玉律 治癡假想敵 然後妖魔化 港人對此一定要保持清醒的頭腦 估計特區政府今後九個月的關鍵政治任務之一 就是重促在明年六月三十日之前 完成第二十三條本地立法 港人寄望於年底前 就是選出九十位立法會議員 有其叛言 希望香港真是可以 為了國家安全 為了人民生活穩定 國泰民安 現在真的要找愛港愛國的人 你要治港